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瓣是重瓣的 这个叫四季重瓣茶花 今天主要是跟朋友们说一下这个茶花它的特点 这个茶花是比较推荐大家种这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为何能四季都开花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 它运用了嫁接技术 往下的这个庄子呢 往下这个庄子它是普通的茶树 茶树的庄子 茶树呢 大家都知道都比较好种的 然后呢 它嫁接上来的 这些是四季都能开花的 四季茶花 而且是重瓣的呀 花非常的大 颜色也比较红了 花型也比较漂亮 它如果开满树的时候 远远看着就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舒服 朋友们想种茶花的是可以考虑这种 经过嫁接过的 然后呢 比较大型的 四季红山茶重瓣 那么像这样一盆啊 比较大型的这个 嫁接型的这个茶花 它价格也比较贵了 而且它试用的位置啊 要适合有院子 要是没有院子的朋友 也可以种这种小型的 现在这种它也有小型的 四季都能开花的 小型的这个花型啊 叶子啊 花苞都是跟大型的都是一样的 就它租型比较小 比较适合种在没有院子的 种在家里的阳台啊 这些地方 窗台阳台都可以 这个茶花呢 我们平时养的时候是需要那个阳光的 阳光可以充足 越充足 花开的越好越艳 肥料呢 我们可以用原生二星甲 每隔一到三个月 就给它放一次 或者是通用的花 花会通用的肥料也可以 复合肥也可以 正常的情况下 给它一到三个月 给它试一次肥就可以了 非常的好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